大家好,我們是PairCare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能夠跟大家介紹我們的夜間照護補助服務 一般而言,夜間照護有兩大挑戰 一個是猝死,另外一個是跌倒問題 我們的這個整個照護服務,它基本上是奠基在我們的輔助墊上面 那當長者躺卧在我們的輔助墊上的時候 他身體的微動的狀況,會傳達到我們的感測器 那我們會去記錄他心跳跟呼吸的訊號 那在可能發生猝死或是他出現離床狀態的時候 我們會去發給照護者一個警示 那為了解決前述的兩大問題 我們總共列了六種主要的功能 首先,我們會先以心跳跟呼吸的狀態去監控 他是不是有猝死的危機和風險 那第二個,當他快梳醒的時候 甚至他已經坐起來離床 這種種的狀況 我們都會用他所收集到的生理數據 去做整個的狀態的判斷 那另外,在長者 躺卧在我們的照護輔助墊上面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記錄他的翻身次數 還有他持續的睡眠時間這一類的數字 那另外,也有人會講到說 我們的硬體如果網路斷線怎麼辦 基本上斷線了我們會回傳一個警報 給照護者或是我們中控這邊 那另外,過程的那個數據 基本上都會儲存在我們device裡面 那還有像一些長期臥床的長者 他如果需要翻身的提醒 這個我們也可以發報給護理站 去做一些support 那最後我們的預防醫學 主要是結合至少十種 心血管和呼吸道慢性病的初級病徵 那未來我們可以去做 這整個的初級病徵的偵測 然後還有警示 那我們的材料的部分 基本上大家可以想做 是一個塑膠的氣墊 那塑膠的氣墊 它就能偵測我們的生理數據 那對比其他的我們的淨品的材料 大部分都是用 要嘛用光纖 要嘛就是有感測電路 那基本上我們跟它的比較 成本比較低廉 另外我們不亦損壞 那在我們整個判讀 我們數據的分析模式來說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主動的去比對 而且是個人的歷史數據進行比對 那像現在我們一些像小米手環 或是一些穿戴式的裝置 基本上它是出現數據讓使用者判讀 或是它把現在醫學用的參考值拿去做比對 但是舉個例子 像我平常心跳會比較快 但是我如果在我平常心跳的數字 如果放在小米手環這些的話 我可能會出現異常 那另外我們其他的競爭商品 也沒有所謂的一些慢性病 或是一些預防醫學方面的一些應用 那我們的這個 device 基本上有好幾種特色 第一個我們的感測穩定性 我們有跟醫院常用的醫療儀器 有去對比過 基本上相關的關聯性是很高的 那另外我們的感測部位 基本上它是軟的 那它只要經過設定之後 它可以兩分鐘把傳統的床變成智慧床 那接著另外我們另外一個特色是隔著衣服 它不用跟皮膚的表面去做接觸 它也能夠進行感測 那據我們實際在療養院的實測 基本上隔大概五公分的墊背 基本上也能夠去做一些感測的數據收集 那我們只要四個步驟就可以去安裝這整個流程 那我們希望就是簡易的安裝的流程設計 讓使用者能夠快速的把我們的服務可以佈建下去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把可能故障排除的那個狀況 把它變得最簡單 基本上97%以上的狀況 它只要去檢查燈號 檢查有沒有網路再重開機 就可以去解決97%以上的問題 那我們的輔助服務分做兩種形式 一種是夜間的基礎輔助型 那基本上就是搭配我們這個照護輔助店 然後還有中控系統 那我們提供的功能是提供警報 生理跟離床 還有睡眠狀態的數據的紀錄 那另外我們也會整理出報表 如果說像一般照護機構可能有家屬來探望 它迎接家屬提供的資料 再也不是過去床頭那一疊疊的紀錄的那個報表 它是一個經過計算 然後去整合的電子的報表 那另外我們有一個是全日的照護輔助管理型 那這個我們會結合其他的廠商 那目前我們這整個的場域會是在大陸的3C 我們有一個孟母的園區 我們開始有導入 那基本上我們是結合了我們自己的device 然後包含還有就是室內監測 室內定位的監測 然後還有膝關節的感測 那還有體重啊像紅外線防碟 這一類的我們去做一個整個Total solution的結合 那提供給我們的客戶 那基本上我們的獲利模式是採租購置 所謂租購置是我們讓商品的取得價格比較低 然後再搭配每個月我們收取少許的服務費 那這個整個模式有點像現在電信業在操作的一個模式一樣 那我們整個服務的推展順序 會是先從養護機構開始 那後面有一些預防醫學導入會開始往醫院 那最後才會往一般家庭 那這些device累積之後 我們才會去提供所謂的選購的 價值的內容服務 那這樣子整個整個模式下來 我們可以去掌握更精確更完整消費者的一些動態 還有一些資訊 那目前我們大概兩岸已經有洽談簽約的 那還有洽談中的 那目前我們預計大概明年的年底 會實現大概一億到一億五千萬的獲益 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現在是打群架的時代 那我們也不例外 基本上我們現在也有一些主要的策略合作夥伴 那像研華電子 那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工業電腦製造商 那它這幾年其實也開始投入智慧醫療 智慧醫院的系統的導入 那我們現在是透過我們的device跟它的系統去做一些串接 那我們的方案會跟它的那個方案去整合在一起 那另外人保電腦跟國眾電腦 基本上他們也是在醫療還有照護這邊 他們有自己的銷售的通路 還有想要發展的方向 那未來我們會去做一些商品的整合 還有就是銷售 另外豐富智慧它是國內算是做高端演算法 然後還有就是嬰兒照護的一個公司 那基本上它現在已經大概全台灣有二分之一的作業職中心 它都已經接觸過了 那未來我們會把我們的電子做成嬰兒電 然後出貨給它 那它會幫我們去處理所謂嬰兒的通路 那另外華鴻心計 它是台灣一家商櫃公司 那它是做材料起家的 那它兩年前開始投入所謂照護設備的一個銷售的服務 那未來它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代理商 我們現在只差細節就可以去進行一些相關銷售的合作 那最後是秀傳醫療體系 基本上我們當初在研發這個技術的過程 有一些需要醫療專業的諮詢 基本上我們都是跟它去做一些互動和合作 那未來我們要申請FDA的一些認證的時候 我們也達成共識 就是未來它也會去協助去做相關的一些推廣 那最後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Device 還有這個照護輔助服務 讓這些有愛心有耐心照顧人的這個夜間照護人力 能夠更有效的提供它的服務 讓長者在他需要的時候提供給他必要的服務 讓使用我們的機構能夠有特色 然後未來在養老市場這邊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成績表現 那我們是PowerCare 謝謝大家